今天這支影片跟以往不太一樣 有沒有發現我們今天是在室內 今天這集要來跟大家開箱一款 我覺得 今年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個鞋款 接下來 大賽事 大家知道是什麼即將來臨嗎 沒錯你們看到標題應該也知道 就是台北馬拉松 那今天我要來特別開箱一款 它是台北馬限定發售的一款 艾迪亞跑鞋 這張鞋的鞋款 除了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這個影片 這個鞋款之外 重點是它的樣式非常非常有特色 就來讓我帶大家看一下這雙鞋到底有什麼亮點的地方吧 那我們就起來開箱吧 沒錯還看不到鞋子 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什麼 台北馬拉松的字樣 沒錯今天要開箱的這雙鞋呢 就是Adidas的Boston Knight系列 那它今年跟台北馬聯名推出了全新的限定跑鞋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雙鞋有什麼特色的地方吧 那這雙鞋的特色啊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Adidas三條線的Logo上面 其實是不一樣的顏色之外 有一些隱藏版的圖案喔 大家可以猜猜看 你們看到這三個圖樣 是什麼路線 沒錯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猜到這三條代表什麼地方呢 第一個呢 是總統府 第二個是西門紅樓 第三個是彩虹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那這三條路線呢 其實就是今年台北馬拉松的路線當中 非常經典會經過的台北城市美景 所以它特地把它做到了這個鞋上 那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隻腳有什麼特色吧 另外一隻鞋款啊 顏色跟剛剛就完全不一樣 剛剛是黃色綠色咖啡色 那這個鞋款呢 是紅色藍色跟橘色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 這三個位置 我個人覺得 比較容易猜出來 是哪三個特色景點 沒錯 第一個紅色這邊呢 是台北101 第二個是台北車站 第三個呢 是中正紀念堂 那這三個路線呢 也都是今年台北馬拉松的路線當中 會經過的特色景點喔 所以大家記得 如果你有經過這些 知名地標的話 記得停下來跟它合照一下 那我覺得這雙鞋 最特色最特色的地方啊 它有非常多的小巧思 它除了內側這邊有寫 ADZERO系列之外 這雙鞋呢 它主打就是原本的BOSTER KNIGHT系列嘛 非常適合跑路跑賽事的 可以看到還有一些小亮點 每一雙鞋啊 這雙鞋的配色是藍、紅、橘的話 它其實在鞋帶上面就有 三個顏色 那另外一雙鞋啊 它如果主要顏色 是黃、綠、咖啡色的話 可以看到鞋帶上 也有一樣 非常特色的 三個顏色 所以這支影片呢 主要不是要跟大家 這雙鞋到底有多好跑 如果還沒看過的 可以看這支影片 因為這支影片已經實際去跑給大家看 也跟大家分享過一些 我實際穿起來跑步的感受 那主要這雙鞋只想跟大家推坑一下 超級美的白鞋之外 還有非常多特色的台北地標 會在裡面出現 重點是鞋跟的地方都寫 台北馬拉松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發現的小巧思 跟我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什麼字樣 馬拉松 另外一隻腳就是台北 沒錯 他的鞋墊裡面呢 還蘊藏了小巧思 因為這次剛有講到 是跟台北馬拉松聯名 設計出來的 所以 他鞋墊有一隻腳叫台北 另外一隻腳叫馬拉松 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可以 不管是你要買回去 在比賽當中穿著 或甚至像我這樣 拿回來之後 把它放在家裡 做一個紀念 我覺得都非常有紀念價值 所以他推出的像這樣的鞋款 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 我覺得非常適合 推薦給大家 拿來不管是 比賽用 或是收藏 都非常適合給大家喔 好啦那以上這支影片呢 其實就跟大家 搶先開箱一下 這雙台北馬限定的 BOSTER KNIGHT 有一些什麼樣的 設計小巧思吧 那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看 實體的鞋子 也歡迎到各個門市去參觀一下 這雙鞋到底有什麼 漂亮的地方吧 以上就是這雙 愛迪達BOSTER KNIGHT 台北馬限定款的 開箱啦 希望這支影片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就 台北馬賽場上見囉 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